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3月11号 周四晚上的7点45分 昨天咱们的节目里面 谈到了关于CPI的数据比较温和 对于纳指这边的帮助是比较大的 今天市场的纳指这边表现也是 非常的给力 领涨市场 而且是成功了站上了第二个压力位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关于指数的运行状况 另外今天还要去关注一下 其他的一些基本面 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多的 关于全球央行的一些消息 另外还有就是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 关于说基建股这边 是不是会存在一些机会 哪一些是值得布局的 他们的点位又是什么样呢 同时今天我已经按照计划 减仓了一只股票 好咱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我来说一下 关于我减仓的这只股票 我的车仓里边 目前是正股只有4只 这是一直在节目里边 和大家实时在进行更新的 那么今天减仓的就是DHI DHI这边是根据之前 在建仓的时候 以及在3月5号加仓的时候的计划 我预计是准备在84附近 将它进行一个减仓持有 那么现在也是成功的 到达了目标位置84 然后我把它给在今天是给减掉了 目前是成功的把成本 持仓成本下降到了68块钱 这是我一个比较满意的 持仓成本的安全区域 那么可能大家会问了说 既然看涨建商 那么看涨周期 为什么不把持仓继续拿着 让它跑更大的利润呢 其实这个还是 在我整个的一个操作体系下的一个考量 因为这个利润说实话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 同时在追逐利润的同时 一定要去保证自己资金成本的一个安全 之前的建仓建造了77块5 这个位置其实是不安全的 这个只是当时跟大家解释的时候说了 是又抢了一手 抢的比较高 后来出现机会之后 这个临时去加仓了74块5 然后把成本做下来 现在把加进去的仓位 减出来的目的 也是为了去把成本 维持在70块钱之下 这样在持有起来 会比较的压力会更小 回头的市场在波动的时候的 操作空间会更大 所以它继续上涨 那么现有的持仓利润继续放大 如果能够回调 那么在这个持仓成本之下 也能得到比较有效的一个保护 其实这就是一个 正常在保护的一个手段 那么大家节目里边经常会问 怎么保护的问题 这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不能说 只追求最大利润化 因为我们的现金还有 仓位还有 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还可以去做一些布局 所以不能把所有的资金 或者成本都压住在 一个行业和板块上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考量的行为 那么现在继续的持仓68以后 把它拿着 看它的一个继续的上行周期 好 这是关于 目前的一直持仓的一个变化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全部都是一个浮盈在跑的一个状态 那么等待建仓的个股 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些 点位给我去买 所以继续的去等待 看整个指数这边 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反转 那么在说到指数之前 今天我还是要来讲一个东西 就是讲关于基本面上的一些变化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今天整个的标普这边 是在盘中创下了新高 道指新高 罗素新高 那么特别是在标普新高之后 今天咱们看到市场的 这个put code ratio这边 是下降的比较快 之前在这个地方 1.89的位置是下降到了1.42 这个代表什么呢 也是代表着市场情绪 目前已经有了一个改观 没有之前大家的保护欲望 或者那么强烈 至少是对于标普的保护上 现在由于创下了新高 那么现在大家也是 对于部分的保护给拿掉了 继续看标普往上走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但是目前的put code ratio这边 仍旧是比较高的一个值 不算是很低 也不算是一个正常的值 所以市场后续的一个走势 还得要持续的去关注 但是情绪上大家现在看到的 已经比之前改观多了 那么情绪改观 其实有很多层面的一个考量 包括今天实际上 我们还要关注一个基本面 就是关于在欧洲央行这边 那么欧洲央行是宣布 下个季度的紧急抗议购债计划 就是欧洲央行的PPP这边 它的购买速度会显著加快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叫显著加快 它并不是增加了购债规模 它原有的购债规模是1.85万亿 但是它在投放上进入二季度之后 是在今天的旁后释放出来的消息 它说它会在二季度加速去进行购债的计划 去维持整个的一个通胀的上升和经济的复苏 所以这一点从欧洲央行上来讲 它会推升风险资产的价格 所以股市这边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美联储预计也会释放一些歌派的声音 继续用宽松去对待市场 防止市场是比较过于敏感的 对于加息预期比较的害怕 导致像纳指这样的风险资产 在加息的情况下 国债收益率不断的往上 收益率增长曲线比较陡峭的情况下 导致它的一个抛压 但总之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目前从世界上的主要的一些央行 日本央行 加拿大央行 新西兰储备银行 欧洲央行 美联储的表态上 都是一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拖 什么叫拖呢 就是说各个央行的联储 它必须要拖到经济有实质性的好转 通胀全面提升 失业率显著降低的时候 它才会去相对来讲会收紧一些 否则在这个过程中 它是不会轻易的去减少宽松的承诺的 但是咱们投资的心里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现在的所有的央行的这些措施 它们都是在走钢丝 它们怕触碰到市场的一个敏感的神经 其实更多的都是什么 都是口头承诺会多一些 你比如说加拿大央行的购债规模 其实现在按照它的情况来讲是不可持续的 它的购债能力也会即将消耗殆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简单把这个基本面讲一下 因为自从去年10月份以来 加拿大央行是一直在购买 每周至少40亿加元的一个加拿大政府的一个债券 这个比之前每周购买50亿元已经有所减少了 而且它很有可能在4月份继续减少这个规模到30亿加元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加拿大央行在债券市场上的规模越买越大 现在央行持有40%的未偿还的政府债务 相当于是它自己发的国债 它不可能自己全部都买回来吧 其实它已经是接近了一个购债的极限 要么它就是调整利率 要么就会减少购债的一个规模 所以4月12号的时候 加拿大央行是有可能会宣布继续削减购债规模的 这个与刚才咱们说到的欧洲和美联储的大方向 是背道而驰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口子被打开了 引狼入室 其他的国家会怎么处理呢 其实咱们现在是很难预测的 所以在整个的二季度上 大家应该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那么一旦有这种所谓的加息预期 和一个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这种 缩减购债规模的情况 它会影响到什么样的板块呢 影响到金融 影响到金融板块 影响到工业和技术材料板块 这几个板块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在二季度的一个状况 那么如果从科技股上来讲 现在咱们说科技股本身指数 今天是来到了第二个压力位 而且已经是站稳了13045的位置 对吧 现在收在了13052 你包括在期货这边 现在看到现在还在往上继续去走 就是现在开盘的期指这边 所以怎么去理解关于纳指的一个表现问题呢 纳指这边是这样 纳指现在咱们看上方的压力位 在13242这个极限压力 这个位置如果一旦过去 代表着整个这一段下行结构的结束 市场重新进入震荡上行的过程中 这指的是纳指100 包括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点位是不同的 但是咱们看纳指100是因为这里的权重 和整个市场的主心股它比较多 都在这里 所以咱们看到它 如果它们都起来了 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纳指综合那边也差不了太多 所以这头喝水的牛之前已经低头有点累 对不对 纳指这边它替它喝水 在那吃草 最近一旦上去代表什么 抬了头了就 它这个头就往上抬起来了 可能又要开始牛奔了 对不对 又要往前走了 因为细节现在的 毕竟现在的标普 道指 Grasso这边都是在创新高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看法问题 但是在没有过去之前 仍然维持就是反弹的思路 所以包括我在DHA上的减仓 其实也是用这个思路在对待行情 就从细节的操作上 那么如果咱们这么去思考 科技股现在最坏的时刻是已经过去了 它至少是已经堵住了 大幅崩溃下跌的通道 这个咱们一定要承认 所以从操作的思路上 如果最近还有科技股回调的机会 有业绩支撑的科技股 如果你的仓位是比较轻的 或者你现在是完全空仓的这种朋友 我建议你可以开始布局一些 你也不一定说非要能够再等到这个低点 因为不知道它会不会到这 它可能会回撤 回撤它可能有一个很小的回撤 但是不一定会再次去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如果大家已经是这种空仓的 或者仓位非常非常轻的 那么你可以去向下有回撤的机会 就稍微的去布局一些些 那么如果你在前几天和我一样 跟随我的这个节目的建仓的节奏 我不是已经建仓了吗 都是在基本上就是跌的那几天的底部 这个地方对吧 155左右建的仓嘛 所以如果你是跟随这个节奏 建仓已经完毕的 那么现在已经是一个浮营状态 你可以耐心的等待 看一看纳指100这边是不是能进行一个反转 来去判断现在是不是能够跑出更高的一个利润来 那么大的方向现在仍旧是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快速的提升你的一个平均成本 还是应该以低息为主 另外最近的市场 还有一个话题是什么 这是一个关于纳指的一个大的方向问题 这个我就简单给大家说完了 另外最近大家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一件事 就是说关于现在讨论的 关于基建的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基建股 因为可能美国在5月份的会有一个基建的计划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基建的周期来临之前 去布局一些基建股呢 那么基建股的选股问题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进行了一些 简单的挑选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首先如果你是想去做基建周期的朋友 那么你有几个考量 要么你不会选股票你就去选ETF 那么现在和ETF这边和基建贴的最紧密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ETF就是IFRA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规模的一个ETF 而且它里边它的成分股都是一些中小盘股为主 因为整个的其实基建行业里边 它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大块头都是比较小的 而且都是那种行业专业领域比较高的这种股票 所以你可以去选择它 但是思路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在基建这边已经涨了很高了 你不能去追 千万不要去追 为什么不能去追 因为在基建股的成分股里边 实际上很多是属于Russell的股票 他们的这个业绩 很多会在一季度的时候财报的时候 一季度财报季的时候会非常的难看 为什么 因为一季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好是基建比较慢的时候 正好是这些供应这些材料比较 当时空档期冬天了 冰天雪地的 你怎么搞基建对不对 它虽然有些订单进来 但实际上从交付上来讲 它没办法交付的话 它没办法收到钱的 所以在一季度的财报上 很多都会非常的难看 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在基建这边 它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 市场压根就不管什么财报不财报 就是去打5月份的预期 而且预期非常强烈 那么大家就直接买买买就买上去了 对吧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这种就是纯属炒消息 就是买消息 等到5月份真的是基建一落地 讨论法案 它还得一段时间 5月份6月份7月份 它一落地 它把价格就掉下来了是吧 所以如果你要现在去追 你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地方我追上去以后 它会不会掉头的问题 会不会由于财报的问题 导致它整个的ETF掉头 你要考虑的 所以安全的 你要基建的买入的位置 ETF仅以这一支ETF为例 是在下方的这两个位置 31到32块2和28到30块1 这是比较安全的 相对来讲 即便是一季度财报业绩不好 出现了ETF整体的回落的情况 那么大概就是在这两个位置 它不会跑的特别远 再加上有一个基建的预期 除非美国政府这边突然又说了 基建不搞了对吧 我们搞别的去 那就是大家被忽悠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就要到押注信息押注失误了 那就没折是吧 但是我们说从基建ETF上 如果说你说那我可能ETF上觉得慢 或者觉得没有什么把握 我更愿意研究个股 这里我有三支个股 拿出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它们的点位 CAT CAT本身就是我准备要去做的 CVT本身是属于工业股票 它也属于基建概念 它做共同机械的 有基础设施建设的 它肯定也是一个直接的 最上游的一个受益者 再加上全球本身也都有这种 经济复苏的预期 对于工业需求 建筑的工程机械的需求也比较好 所以CAT最近走的也特别的稳 走的特别的好 基本上没有给太大的一个回潮区间 给咱们去做 所以CAT这边我是一直想建仓 对吧 我只能去等 因为它的业绩现在只能支撑到这 只能支撑到153到156 但是它的价格跑到200之上 那我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我就为了安全起见 我只能去等待它 同样这支股票 还是在这两个位置的建仓的挂单 仍旧是没有改变 192198和177到180这两个位置附近 两个区间这个里边就可以去买入和加仓了 这是CAT之前讲过的 那么还有两只新的股票 这两只股票也都不算是特别冷门的股票 实际上市面上做的人也非常多 一个就是SUM SUM是做水泥的 大家想想基建一旦做起来两大块 水泥钢筋嘛 混凝土嘛 几个这是最大的一些基础材料的东西 对吧 你不能政府干基建修路架桥 不能全靠木头吧 对吧 木材它会是一部分 但是不是主力吗 肯定是以水泥以钢筋为主 所以就衍生出来这两只股票 这两只股票是因为我挑选过了 告诉大家他们的业绩是怎么样一个变化 是我比较看的比较清楚的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SUM做水泥的 它的估值现在只是22到26 也是跑的比较快 因为最近的市场预期比较好 所以整个它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一季度它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种 可能会财报非常差的那种 它还有可能财报会出现亏损的 在一季度QE的时候 现在尽管它是年度都是盈利状态 但是QE是一个特殊的周期性的季节 对它来讲做水泥的 所以它是会出现亏损的 那么如果在亏损预期下 相当于QE的财报一旦出来之后 它的价格势必会受到影响 所以它现在在QE财报出来之前 它涨不涨我真的没法确定 但是QE财报出来的时候 它肯定会往下掉 如果它一直往上走的话 肯定会往下掉QE财报 因为是一个很明显的亏损预期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它是不是一个长线的基建 可以去配置的呢 你要如果打基建周期 比方说两年的基建周期 你完全可以 你可以去做 但是也是要到下方的支撑位置等待 要给一些耐心 这个耐心怎么看待呢 首先就是第一 是27.5到28.5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弱的支撑 这个地方稍稍往下一掉 就能掉到这个地方来 它并不是一个很强的支撑 比较强的是在23.3到24.5这个区域 和下方的19.3到20.5 这两个地方只要你进去了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去拿 做这个基建没有问题 你包括你就做它普通的基建周期 不是大周期做普通的房地产 对吧 房地产我们说现在北美房地产都比较火吧 所以你就做这个也没有问题 在这两个阶段下方的这两个位置 区域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比较着急的人 对吧 你说你炒股就是比较着急 你等不了 那你就在弱支撑位置 去打一个小底仓 观察仓一类的 对吧 下方再去慢慢补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是对于SUM的一个考量 然后是对于X X做钢铁 首先它的问题就更加的 简单了 X现在是一个年度亏损状态 所以它没有办法给到估值 但是为什么它有时候 你不是说过没有估值的年度亏损的 它这种就不好吗 没有业绩支撑吗 那问题是 它的最新的一个季度的财报 公布的财报里边 是已经实现了扭亏为盈的 大家知道扭亏为盈的整个的EPS 是为正的 那么预计QE的盈利会大幅增长 X QE就是下个季度的财报会大幅增长 所以它才值得什么呢 它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里边 所以才值得去做 但今天你看消息 其实整个市场上已经买的很强烈了 已经涨了7%了对吧 所以后面这个价格又有点远了 那么它的支撑的合力的买入价格 应该在18到19块5这个位置 实际上就是在前几天 大概在两个星期前的横盘区域 你看它们去到这个地方 最低是16块1嘛 16到17块5和18到19块5 这个震荡区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那么预计它如果回调 能去到哪里呢 大概是20日的移动平均线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在18块钱左右 18 19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做了 好吧 所以这是对于X的一个考量 这两个都是属于基建相关概念的 你都可以去考量去做 三只股票 卡特比勒 CAT 然后SUM和X 包括上方的IFRA 大家都可以去考量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今天因为我在现在录节目的过程中 外边在割草 我们家在割草 所以可能有点吵 大家请多多包涵 好 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了 咱们看看指数这边 今天能不能够在周末之前 一举去突破上方的压力 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这种 咱们说牛能够苏醒 牛能够再次站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我相信目前的整个大环境 还是比较有利的 无非就是大家要记住二季度 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在部分国家的一些小的变化 好这个就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 咱们就下期再见